人生枯端 要珍惜 对人生非常不容易 是人生很容易 所以对人生多起一点功德 多做一点好事 至少希望来生 不会把人生丢掉 最底线的 要做的 做人 最重要的 不跟任何人借愿愁 古人讲得好 愿愁啊 很容易解 不小心一些的 化解很难 有人呢 好多事 都化解不掉 要怨恨 要小心 陷阱 不解怨愁 他解怨愁 他的事情 你不会干扰情绪 如果你自己有稍微 怨恨的这个念头 那这很麻烦 很小的 怨恨念头 赶来的果报 是长期的 苦难 非常不值得 最好是一生 都不跟任何人借愿愁 面佛求生 敬佛 一个人能保持 一生 不跟任何人借愿愁 来生 好多事 都没有愿现在这 无论做什么事情 一帆风顺 帮助你的朋友很多 都鼓出 十座人 我们在这场生活当中 人与人往来 非常容易 给人借愿 借愿 没有福报 来生到哪里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肯定 是高三我道 佛法是好 不容易遇到 遇到真正的善知识 虚有难否 不是真正善知识 起不了很大的作用 也就是 无世界以来的 夜让 造的夜 化解不掉 那个夜 感召来的 果报 就是直接 在你做修理 所以我们在受人苦 受人气的时候 要反省 这是果报 对我来的 是我过去 我们有不善的果 这一生能化解 太好了 化解 来生没有了 如果不能化解 这一生 来生 后一生 还会有报复 越是往后 报复越严重 越残酷 所以要求物都快 回头都快 这个就对了 人在这个世界 能活过 七十岁的人 不多 想想看 七十岁就走了 还要结月 那大错特错 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 久的 年岁差不多 到七十了 九五大了 尽一切力量 帮助别人 化解 愿意 那是佛话里的理由 他学的正管有 如果斤斤计较 一点小事也不肯饶人 这人很可怜 这一世 不管怎么样 要无洋味 来生后世 很可怜 不能不知道 修佛 要搞真的 不能搞假的 假修佛 没有主 真修佛 借典会 散许 大家晓得 晓得就 没去做 没有办法 随着这一生 永远不能化解 能够这一生 遇到 化解一些 那就很不错了 不能化解 还要留到来世 明天的爱 能够这一生 尝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启发菩提心 亲自以报社 共生地乐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